不喜欢解谜 那成岩剧烟这两个只需要跑图就能拿的隐藏成就肯定适合你 隐藏成就一舍我其谁 先传送到主矿区下方的传送点 转身往后走沿着悬崖边 进入山洞 之后再往左拐最左边木箱上第一本日志 点击阅读即可 然后传送到崎岖石厅右上方的传送点 往前方直接飞 有一个遗迹的一个废墟的门 从这个地方穿进去 在石块的背后有一个木箱 木箱上有第二个行动日志 第三个点荧光辖道传送点 往左走穿过辖长的隧道 然后会看到一片营地 营地这边有另外一本日志 最后一个点 在地下水侧下方的传送点 下来之后跳下来 在河流边 注意往这个地方走 然后在下方 文字的旁边 这边最后一本日志 读完四本日志之后 就能获得成就 舍我其谁 隐藏成就二 九文字之传言 需要去九个地方 也是跑图就可以了 第一个地方 在聚员祖矿区的上方传送点 飞下来之后 需要走过一片吊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 你的流明石需要到六级 才能够打开这个紫色的石块 然后这边有个文字 如果你身上带着流明石的话 它会文字会消失 你解除装备之后 再过来观察就可以了 第二个第三个点 都是地下水泽下方的传送点 同样飞下来之后 走上边瀑布的后边 围墙后方有第一个文字 观察完之后 接着往前走 来到下方 就能看到这个文字 继续观察 第四个点位 回到地下水泽传送点 往后走 穿过狭长的门 然后这边有个一记守卫 一记守卫旁边 这有一块残缺的石碑 爬上来之后 点击观察就可以了 第五个点 在齐驱石厅的传送点 往左边走 左下方跳下来 这边有一个秋秋人 同样是点击观察 第六第七个点是在一起的 地图右下角的 最右下角的传送点 传送过来之后 先爬上这一个一记的最顶层 这边有第一排文字 点击观察之后 往中间这个地方 跳到最底部 看到这个火把之后 往后转动视角 在这块残壁后边 有另外一排文字 第八个文字 是在地图左下方的传送点 出来之后往下跳 在这个发光体的下边 看到一排文字 第九个文字 同样是在地图 左下角的传送点 往这个狭长的隧道走 注意在右手边 会发现一排文字 点击之后 即可获得隐藏成就 好了 这就这期两个隐藏成就 下期视频分享几个隐藏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